过经典的人生,慢慢的,我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人,以前总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,应该对所有的人都非常好,现在只想对身边的人都保持着那么一份善意,然后对特定的一些人,特别的好,不是每个人都配得上你的好,以前总是害怕拒绝别人,担心别人会受伤,所以一味的委屈求全。 现在行就是好,不行就是不行,是难帮助别人,但绝不委屈自己的心,是拒绝,让你变得更加珍贵,以前总喜欢扎堆,生怕一不小心,别人说自己不合群,现在完全不想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聚会,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做些喜欢的事情,其实你,不必跟谁都合得来, 以前不管跟谁,都能闲聊上一阵,哪怕没兴趣也死撑,现在会非常直白的告诉别人不聊,自己有别的事情要忙,一点都不想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白白的浪费时间。 时间是非常宝费的东西,要用在值得的人合适身上,以前不喜欢谁,也不会直接拒绝,希望别人知难而退。 现在三句话不投机,就直接说不好意思,不合适,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人,直接或许残忍,但不直接更残忍,以前总担心那些自己在乎的人,会离开自己,所以总是小心翼翼。 现在只想做好自己该做的,然后谁离开,都不留,谁留下,就加倍珍惜。 留下的人越来越少,但留下的越来越重要,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无情的人, 其实我不过是在经济,我的人生,无论是人还是事,其实都不需要太复杂,越简单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